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跳望无垠的夜空 忘掉千载的忧愁 栽树智慧的花朵 天极笔水醒的姻缘 欢迎您收听今晚的心灵花园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心灵花园 直播室里面今天还是杨沛欣来代表王伟来主持 那我们今天继续承接上个星期 听众朋友听得非常高兴的 人间佛教读书会 带领人培训课程的内容 很高兴很谢谢我们的人间佛教读书会的福道法师 满目法师为我们介绍 很多位资深的人间佛教读书会的老师来呢 多伦多为我们180位的爱读书人 我们包括多伦多的爱书人 然后我们在加东美东外周来的 有我们的华裔的 有本土的非华裔的爱书人 都拒绝在多伦多 那我们呢在这个两天半的培训当中 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欢喜 搜了很多在带领读书会方面的 培训的这些资料 好那我们今天呢 还是请到满目法师 在我们直播室里面 师傅 波米陀婆 谢谢 今天呢 师傅为我们带来哪一位老师呢 今天要邀请我们的陈慧芬老师 也是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里面的 活动的最佳主持人 是 那他是我们这个团队 这个讲师群呢 最年轻的一位才三十出头 是 那十年前也来过多伦多 参加国际青年会议 是 那这一次呢 他第二次来到这个地方呢 是以讲师的身份 对 那当然我们在 模拟成立读书会啊 十个读书会成立了 那他们读书会很精彩的介绍 自己的读书会的这个 会名 愿景 那组织 还有进行的时间地点 乃至于非常高昂的这个对呼跟精彩的会歌 这个当然要由我们的最佳主持人陈慧芬老师来主持人 我们也掌声欢迎 我们也掌声欢迎陈慧芬 那他们的认读书会 他说到大师所说的为什么选在滴水坪就是滴水之恩 永泉以报 对对对对这样子的一个一个一个发想 对那他们也很有趣的就是说 为什么一碗红烧面可以在两个月的时间 就吸引了六百个会员 那也帮了我们的多伦多佛光山的滴水坪 做了一个slogan 非常的有趣 是 他的slogan是这样子的 红烧面 塑造面 拉撒面 再来一杯无我茶吧 哇 滴水坪应该给广告费 这个读书会 非常的这个提借 很好 对尤其是来一杯无我茶 其实是双关语 其实也是我们住持永固法师的著作 相当值得一看的 对对对 那当时这个有慧芬老师来带领的这个模拟成立读书会 我当时也在场 那我看到真的这些读书会出来的时候 每一队都有很特别的特色的 那在这些就是说成立这些读书会的时候 慧芬老师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点tips 应该在筹备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方法 或者是怎么样去吸引一些我们自同道合的读书人来参加这些读书会呢 那刚好我带领的那个读书会其实就是我们英语协会 就完全就是只有Speed English 是的 那这个就是很特别的就是变成他们的限制 他们的对象其实就是只能说英语的部分 对那他们的伙伴呢其实也都很很棒的是 他们就自己想了自己的一个读书会的会名叫Breath and Reading 哦Breath and Reading 那他们是用很轻松的方式来进行 那他们认为觉得阅读的地方呢其实是可以很多元化的 比如说在我们的library或者是在我们的公园啦 或者某些人的家里头或者咖啡馆 其实都很适合处处去读书的 对充满书香味这样子 我几乎是走到哪里就读到哪里咯 对对对 那更让人赞叹的是就是他们的slogan也是很特别的 读来听听吧 好他们的slogan是这样 Empty the mind and open the book 哇Empty the mind and open the books 哇好精彩哦 对那其实他们里头很多是大学教授 是 对他的资质或者是说有一个学员他只是24岁 但是已经是佛学院的博士生了 但是他们还是会觉得说 其实有时候要把自己放空 然后才有办法把一些东西再填进来 再加进来 是是是 其实在这个读书会的会名已经把佛法给放进去了 非常好 老师对就是说当天成立了十个读书会有什么鼓励的话吗 哦就是其实我觉得他们都有做到其实刚开始在介绍的说 哎其实我们刚开始有跟他们讲说 大师其实一直在讲我们不要拘泥在一个教室 是可以走入我们的山林水边的 然后可以读山读水读人的部分 是 对那他们真的就是有听到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像有一个读书会就是叫山水读书会 然后是就是由我们的庙居法师所带领的 然后他们就是以上海滩的那个调唱出了我们的slogan 那顺道在这个时候想希望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究竟我们一般的人都会想读书吗 读书会就是读书那在坐的乖乖都坐在桌子前面 大家围一个圈这样来读书 其实读书会的模式不一定是这样的是吗 好像您刚刚介绍的几个已经是有山水呀 有到咖啡馆呀 有什么去这个滴水房啊这样 究竟有多少不同的模式你可以介绍给我们去成立这个不同的读书会呢 好那其实形式可以很多 那在我们的就是满目法师的课程其实有介绍到一个家庭的读书会 让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 他是祖孙的读书会 就是随时随地其实都可以来来进行读书会的部分 比如说呢那阿嬷呢 他可能就是到了我们的教我们的道场呢 那听了法师的一个讲座之后就很有感觉 回家呢就马上把自己的儿子媳妇啦 或者是我们的孙子啦整个召集进来了 那就开始来进行一个读书会 这个也是一个方式 对或者呢我们以对象来讲的话 其实青年读书会 那其实青年现在要的禅定功夫才会生智慧嘛 其实来打个座打坐缠坐 然后呢再来进行一读书会 其实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 嗯对对对 原来读书会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变化 那我顺道也是请教满目法师 当刚刚我们辉芬老师帮我们介绍了这么精彩的 刚刚在这几两这几天才成立的十个读书会的这个不同的分类 那师傅有没有更创意的方法 就是说我们在多伦多在召集更多更多读书会的时候 您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些秘诀呢 在第一天的时候我们在读书会之多少当中呢 有跟大家介绍几种类型跟进行方式 那有一个咖啡读书会是非常有趣的 咖啡读书会这个喝咖啡喝下午茶 都可以成为一个读书会 那这个是一群老菩萨 其实在世界各地有很多的咖啡读书会 那我前天介绍的那一个老菩萨的咖啡读书会呢 比较特别 他们就是在每一次法会之后 法师的开示 法师的开示内容他们记起来 然后在可能隔一两个小时 他们会去喝咖啡 他们已经习惯了就是法会之后 大家聚一聚去喝咖啡 那喝咖啡的时候呢 就以法师的开示内容为材料 大家就开始聊开了 刚刚法师开示说了什么 那我感受到了这个当中的这个法译 那我曾经有类似这样的经验 那经过大家的分享之后 我又有新的领悟了 所以边喝咖啡呢 他可以不用一张paper 不用一张纸 不用一本书 他就是以刚刚法师所说过的开示 为材料来进行咖啡读书会 所以是很轻松自在的方式 这个很有创意 因为真的很多人星期天来参加一个法会 法会完了以后 马上去进行读书会 这个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 非常谢谢师傅跟老师的介绍 好 那我们稍稍休息一下 我们休息回来呢 我们向法师跟老师 请教更多有关读书会的资料 好 我们再次欢迎听众朋友回来下班场 那么今天呢我们用国语来组织这个节目 希望大家喜欢 那我们直播室里面呢 有杨沛欣跟人间佛教读书会的辅导法师 满目法师 跟今天呢为我们介绍读书会的呢 是陈慧芬朱莉老师 欢迎大家 欢迎两位 阿弥陀佛 吉祥 吉祥 那刚刚呢非常精彩 我们休息之前呢 有辉芬老师为我们介绍了这个 模拟我们在培训的阶段的时候呢 我们就马上成立了十个读书会 有不同类别的读书会 也有不同的会歌 不同的slogan这样 那个休息之前呢 我们满目法师还为我们介绍了一个 非常特别的读书会的模式 就是说来参加法会的会众 然后完了法会之后 一般我们主持都会给我们一个开示 然后参加法会完了之后 去咖啡厅继续他们的聚会的时候 就来开一个读书会 就是把刚刚法师的开示的内容 用来做读书会的材料 哇 师傅啊 这个是很有创意哦 假如你不是因为读书会的分享 很多时候听完开示 可能也没有上心 也没有记住 但是用读书会的方式 可能我们又重温一次法师的开示 所以很多人听到咖啡读书会 下午茶读书会就觉得 可以这么relax吗 我们今天也要继续请惠芬老师 来跟我们介绍他在这次课程当中 有带领的这个短片的部分 那其实这个读书会在2002年 元旦成立 这个人间佛教读书会总部成立 是 是新云大师希望佛教徒不是只有拿香拜拜 而是我们可以借由这个善知识的工具能够一起来深入精脏 实现生活书香化的理想 于是我们就展开了各种类型的读书会 前一节呢 惠芬老师也讲了有山水读书会 乃至他也提到了家庭的读书会 那其实还有校园的 有老人家的松赫长青 那他也提到了这个 其实祖孙三代 在家里面随时都可以成立的 随时就可以进行的 他听了佛学课程之后 或听了一场很有意义的讲演 回家就把儿子媳妇孙子招过来 说我们来进行一场读书会 所以我问这个老人家说 你的读书会多久举办一次 他说随时 随时 他说我们家是不看电视的 我们家家人共聚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读书会 那这一次的课程呢 我们因为要实现大师指示的 这个生活书香化的理想 所以我们这个读书会就跟生活结合了 我们生活处处呢 都可以这个加入阅读的元素 你唱一首歌 比如说我们这次 我也来带这个音乐的读书会 是的 红音老师 月香老师 他也来带很好的文章 来示范带领 那惠芬老师呢 是带一则短片 这个短片呢 也才短短的三分多钟 可是却引起很大的回响 大家才知道 这个三分钟的短片呢 也可以这么深入的来解读它的内涵 而且每个人的角度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 当时我也是自己在场 非常非常享受 这个短片的这个过程之后 然后老师就带领着我们 去导读这个短片 好 现在由我们惠芬老师来跟我们一起重温内当天的导读好不好 好 那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更熟悉的话 我就简单的来讲一下那个短片 他大概的内容 他其实就是一个男主角 他随时随地都是在帮助别人 比如一个枯萎的一个盆栽呢 他就是顺手 随手就是帮他浇了花 或者呢 看着我们的狗狗没有饭吃 他只好就赶快把他的鸡腿就让给他吃了 或者是我们的母女在乞讨 就是必须筹措那个教育基金 那他的皮夹其实只有两百块 也就是把一百块也给推出来了 或者呢 我们的独居老人呢 他怎么样子随时随地的 他就是只要有买香蕉 他就帮他挂了一串的一个水果 在他的门边这样子 对 那其实我们也是用在讨论的方式 也是依照的我们的文丝修正的方式 一一来带 在文的我们就很直观性的来问大家说 这部影片啊 是不是让你感动啦 那你看到了什么呢 对 那在思的部分就是一些比较感受性的 那哪一个画面让你感动了 那为什么 那以及呢 在我们的修的部分就是一些经验谈 经验性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就是可以问一下说 那大家是不是有类似一个助人的经验 那以及你帮助人之后 你的感觉是如何的 对 然后或者说我们也可以问大家说 那其实在这个短片当中 有些转折的部分改变了 比如说我们的小女孩 本来呢是非常的害羞 就是默默不语 然后低着头 慢慢的 看着妈妈在做乞丐 这样 对 那慢慢的她已经可以抬起头 偷偷的看着我们的男主角 到最后已经穿上了衣服 非常有自信 穿上了校服 校服 对对对 校服 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很有自信的这样子 看着我们的男主角 是是是 所以呢 我现在才知道 读书会不光是看书 不光是看书 看短片 看电影都可以 是啊 是啊 那就说我非常有兴趣 成立一个这个类型的读书会 短片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DVD 或者是上网 什么的YouTube的 很多时候都看到一些 很有意义内容的这些短片 那假如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择呢 这些短片 其实我觉得现在 就是科技非常的发达 是 那在我们的line上 或者是说大家在email 就是常常都会有很多的 传来传去 不要浪费了 可以拿来做读书会 马上就把它下载下来 那像我的习惯 就会把它分门别类的 这是属于友谊的 这是属于亲情的 这个是属于什么样类型的 其实可以先去把它做个分类 那当需要的时候 像我是国小老师 那需要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马上把这些短片 来跟孩子们做讨论 或者成为我们读书会的素材 都是很好的 是是是 我们一定要参考 这个非常非常好 有创意的一个读书会 我觉得这个影片的读书会 短片的读书会 很适合来接引年轻人 是 因为现在年轻人 几乎都是在影音的世界里面 都是看着这些 对 那网路嘛 一世代 所以这个借由影片 它也不长 三分多钟 对 那大家可以很开放性的 来分享自己不同的观点 我想这个可能年轻人 我们给他半个小时吧 一般可能一个半小时的读书会 那年轻人如果慢慢从头开始的话 半个小时就一个短片来做分享 我想就可以是佛光会乃至道场 在接引年轻人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那站的时间也不长 而且呢 这些看短片的时候 戏份一定会很轻松 谈的时候可能会启发他们呢 分享他们心里想说的话 平常也没机会讲的话 看了这段片 启迪他们 来分享他们的这个生活当中 希望听众朋友也是好像我这样兴奋 就是拿了这些模式 然后用自己的创意去寻找这些材料 来成立一个读书会 好 那么师傅跟老师 也给我们一些tips 在成立读书会的时候 就是说有一些什么 最少要几个人呢 或者是最多不要超过几个人呢 让我们的读书会在才会 就是说长久 或者是有效 基本上读书会就是一种对话文明嘛 那两个人就可以对话啦 不过在人间佛教读书会 总部的立场是鼓励我们的伙伴们 是三个人 为基本单位来组成一个读书会 两个人就可以对话 那总是有时候我们会请假嘛 会有事情嘛 那三个人其中一个请假 另外两个人还可以进行对话 就读书会不会中断 那最多呢 人数呢 我们是建议不要超过15人 因为我们所谓的文思修正带领讨论法 是希望每一个伙伴都能够有他的生命经验的分享 来自他的这个思考层面的陈述 所以大概一个半小时的读书会呢 15个人来共聚来分享 我想是比较适当的 非常好 好 那么非常非常谢谢今天满目法师跟辉芬老师呢 给我们这么多的这个方向 这么多的资料 我们可以呢 有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参考的资料呢 让我们呢可以成立一个读书会 好 那么再一次谢谢师傅跟老师 谢谢 好 那么想重温今天的节目呢 可以上网三个w.fgs.ca 要查询的话也可以打电话来 905-814-0465 那么在这现在呢要提醒大家一下哈 7月26号星期天 我们在下午2点呢 有一个人间佛教读书会的发表会的分享 那么希望呢大家来参加 你是否已经成立了读书会呢 都可以来参加 那么参考一下 可能在当天你还可以拿到很多的这个启迪 可以成立你自己的读书会 好 谢谢您收听 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感谢佛光文教 如是我闻 音乐提供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